杨角峰谈雍正王朝第二十七期,在雍正王朝中有一个皇子十分的悲惨,当然一些未成年就要折高,或者自己作词造成的补损,来提老十三印祥,可以说这个人物贯穿整部电视剧,并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,网救了极极可危的雍正王朝,老十三印祥随着两次太子殷人为备废,接连两次被圈进, 而第二次竟然被圈进了整整十年时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康熙帝为什么要这样做?本期话题,康熙帝圈进了老十三印祥十年时间,到底是对他的处罚还是保护? 一,我们先分析一下老十三印祥这个人的性格特点,老十三印祥好称狭王,这可不是虚道,是真的狭干一板,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,他的生母是静敏皇贵妃张家世, 在老十三印祥十三岁的时候,母亲去世,这个黄贵妃的名号,是用正帝在他死后封道,印祥的外公是蒙古土借土汉王爷,所以他身上是蒙古血统,从小哭,爱惜武,熟读兵法, 因为母亲去世的早,从小就跟着老四印针婚,两个人关系相当好,在用正王朝开始的阶段,老十三印祥一直在维护太子印人,当太子印人的作法让他非常不满的时候,他仍然按命令照做,九子夺敌后期,他开始敲打老四印针,希望他也能参与到竞争中,只是老四印针隐藏的比较深, 不愿意透露自己真皇位的意图,老十三印祥对军队的控制力比较强,像抗西帝后继的龙可多, 土里珍,张五哥,还有太子部下领府,甚至从某种营仪仗降年耕耀,也属于老十三的旧部, 在抗西御驾轻任大西北的时候,老十三印祥就按前马后随行,立下战功,后面提到的丰台大营,锐剑营,都属于老十三的旧部, 在抗西帝驾崩的时候,老四印针把拳进了十年之久,当老十三印祥放出来, 赤手空拳当然,有个金牌零剑,就接管了丰台大营和锐剑营, 在八王义正逼宫的时候,也是老十三印祥,被人抬着救过去接管了兵权,可见这些皇子中, 在军队中最有威望的就是老十三印祥,二,那么抗西帝圈进老十三印祥的前提是什么呢? 在老十三印祥被圈进之前,发生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年耕阳血洗江夏镇,杀害了近七百条人民, 在杨甲峰谈雍正王朝第十六七也提到了, 康熙帝面对一个非常难的抉择,那就是必须有人要对江夏镇才暗负责, 否则将无法给天下人交代,如果处罢了年耕阳, 那么老四印针必然会受到牵连,别给了其余皇子攻击老四印针的保饼, 这样一来,就无法保障后面的老四印针,能顺利当上储君了, 而年耕阳又是奉了老十三印祥的命令去江夏镇珠拿刘巴女, 于是,最后康熙帝把所有的罪过推到了老十三印祥身上, 把他圈进了起来,难道此时康熙帝已经打算传位给老四印针了? 其实康熙帝并不能确定,他的心中还是对太子印人保有一线希望, 毕竟宠爱了太子印人这么多年,从康熙帝二次复立太子, 也能看出他的犹豫不决,当然也可以理解, 承让太子印人充当活靶子,按理保护老四印针不受攻击, 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,康熙帝何尝不是放不下太子啊? 所以康熙帝的第六次男群,一方面体验民情, 一方面也是舒缓心情, 更重要的是在给太子印人一次锻炼监国的机会, 只是没有想到,太子跟着博安的书信被年羹摇抄到, 并带给了老四印针和老十三印针手里, 老十三印针打算毁掉书信, 但是老四印针有自己的打算, 利用砍设计给了老八印四, 最后害得太子印人二次被废, 同时也害得老十三印针被圈禁十年。 三,那么康熙帝圈禁老十三印针,到底有什么目的呢? 目的有三,首先,对于康熙帝来说,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? 皇子最重要吗?人民最重要吗?储君最重要吗? 都不是,最重要的是天下,也就是江山, 他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江山设计的稳固。 所以,不管老十三印针也罢,太子印人也罢, 甚至老四印针也罢, 只要阻碍了江山稳固,他都在所不惜, 难得圈禁了老十三印针,江山就稳固了。 最起码老十三印针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, 一个人贪财,好色,爱权都不可怕, 最可怕的是对这一切都不在乎, 老十三就是这么一个人,至少从多个方面可以看出, 比如难报震灾,是老四印针和老十三印针一起去的, 但是最后奉赏却只给了老四印针, 别人为他打抱不平,他却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, 我感觉而顺庆就好。 后来因为太子印人的事,他打抱不平, 跟大二哥起了冲突, 他不顾大臣和抗西帝在场, 说了一句,无情罪是帝王家, 再到后来也是因为太子印人的事跟老十四印针干架, 他说了一句,如果西北再有战乱, 你我哥领十万大军, 我到底看看是谁大获全胜, 是谁全军覆没? 说白了,这些都是没脑子的话, 康熙帝也看到了这些皇子, 为了争夺皇位无所不用其极, 老十三这么没脑子, 难免被人利用, 又加上他在军队有威望, 万一再跟其余皇子干起来, 对江山不稳。 四, 康熙帝圈见老十三印针, 的第二个目的是自保。 对, 你没有看错, 康熙帝也需要自保, 历史上因为皇位是负的, 杀凶的多了去了, 对于康熙帝来讲也是一样, 老十三印针虽然跟老四印针关系好, 但是他没有老四印针会审视度时, 比如老八, 燕四他们伪造太子首令围困八大山庄的时候, 太子一人去叫老四印针, 印针就知道躲起来不见, 而老十三印针就傻了巴唧的去见了, 如果不是江平玉提醒康熙帝首令有问题, 我想老十三跟太子当场就已谋反罪人了,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, 老十三为了太子跟多个皇子争吵, 甚至打架, 更奇葩的是, 太子搞了自己的小妈郑春华, 老十三印针还设计给宝出来了, 要知道老四印针都提醒过他, 他的身边都是老八印针的眼线, 比如老九宋的乔姐, 结果老十三说了一句, 我告诉你吧, 我府里的眼线都着呢, 从后面太子不惜挺而走险, 真正武力逼宫可以看出, 如果老十三不被圈针, 以后难免也发生类似的事情, 以他对军队的掌控力, 康熙帝实在是心里没底, 康熙帝圈子老十三印针的第三个目的, 则是监视老四印针, 在康熙帝第二次被太子以后, 为什么迟迟没有确定储君人选, 就是因为他还是拿不定主意, 到底要不要立老四印针为太子, 因为他也是怕老四印针登上了太子, 会不会重走太子, 引人老路, 这个不用多讲, 在康熙帝病重的时候, 他亲自跟老四印针讲了很多, 大体意思就是锻炼他, 不要让他冲动坏事, 有了这十年的教训, 想他也会成熟起来, 可以做好你的帮手了, 最后康熙帝对老四印针的考察结束, 他当储君, 同时对老十三印针的磨练也结束, 未来就是你俩的天下了, 所以, 康熙帝圈见老十三十年时间, 一方面也是对他的鲁莽进行处罚, 一方面锻炼他成为老四印针的助手, 另一方面也是他老人家自保的一种手段, 我叫杨角峰, 换种视角解析龙正王朝作品, 不喜悟喷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